下面我们讨论清香外噪第三个方 也是重点方一类方 它是治疗外感温噪 胃气同病 胃分气分同病 同时气因两伤的 这类正合的一个常用方 这个方出自一门法律 就我们前面提到 对造症 这个理论上 实践上贡献很大的一家 清代初期的余昌 余佳炎的方 而且这个方往往也作为 它对造症研究的一个 代表性的成果 它是治疗温噪 温噪伤肺的重症 从病激分析来说 温噪伤肺 前面伤性汤症呢 温噪直血脚轻 仅仅伤及到胃粉 胃气饮血的胃粉 而这清照旧 而这清照旧肺汤症呢 造血较重 温噪伤肺脏 不但伤到胃粉 而且伤到气粉 这是温噪重症的作为造血的一个特点 胃气同病 同时呢 造血要伤人的阴液 要伤气 所以温噪重症呢 它造成一种气阴两伤症 所以这个方的病激特点是 邪时正虚 邪时正虚 从症状分析来讲 温噪三斤胃粉 有一定的表证 所以头痛生热 这个明显 而且由于胃气同病 气氛热血形成 所以生热可以较高 在临床上 发热可以38度以上 甚至于38度539度 这个头痛生热 为气同病 温噪伤肺呢 那涉及到肺气被造血避欲 所以肺气 虽于塑降 可以呢 咳嗽 甚至于呢 气逆而喘 肺气上也严重 有咳嗽 同时可以发作气喘 当然气肌欲致 气肌不利 那这个肺脏本身在胸中 可以胸满血痛 这都是温噪上肺的 临床表现 那气阴两伤呢 造血伤阴 同时酒 这个磕瘦 也要好气 也要好气 所以从正须角度来看 咽后干燥 鼻灶 心翻口壳 都燥热 引起 阴伤的表现 从气喘 气腻喘 可以看出呢 这个 也伤气了 而且呢 从石像脉下 石干扫胎是阴伤 卖虚大而硕 卖虚大而硕呢 是反应虚大 是气伤 坚有气虚 因此 这个方症 从病激来看 是温噪伤肺以后 气阴两伤症 所以从正后 和前面的伤心汤 比较呢 从造血来讲 这温噪重症 伤肺的重症 病血较重 而且呢 从病味来讲 不仅在胃分为病 而且涉及到气分 为气同病 从正须来讲 不仅有一定阴业省伤 而且是气阴两伤 这是这个正后的一个 特点 那作为我们 这个治疗 治法来说呢 这个方 要清燥热 要润肺 润肺养阴 和一气 像是气阴兼顾 当然它还是养阴为主 在腹症方面 同时要兼顾气虚 这气阴双补 以养阴为主 因为毕竟是燥热了 那作为这个清燥热之邪呢 要胃气兼顾 胃气两清了 这个方理 以商业为军药 那大家觉得 商性汤以商业为 也是军药了 清燥救肺汤 造了重症 但以商业为军行吗 这里首先要说明 商业呢 要重用 这是清燥救肺汤的 一个特点 针对这种 温燥的重症啊 商业重用 它既能够清透 而且呢 清肺力量也较强 重用 石膏和脉 东子两位要作为成药 石膏是善于清气氛之热的 所以在这个方理 用石膏 体现了 针对胃气酮病 针对灶热之邪呢 引起了胃气酮病 针对的灶热重症 麦东 养阴神经啊 润肺的一个 常用药 也是和石膏 经常相配的 比如说啊 在这个 作业石膏汤啊 这一方里都是 石膏 麦东 的清细粉热 养阴神经 兼顾 结合的一种 基本结构 基本结构 这成药 作药呢 分两组 第一组 人参 狐骂人 阿娇 人参在这里呢 补气 和麦东相配 气阴坚固 气阴双补 气阴坚固 这也是在很多方里 构成的 气阴双补的一个 基本结构 啊 所以石膏汤啊 后面要讲 麦门冬汤啊 包括生麦散啊 这些的气阴坚固 都是人生麦冬筒用了 作为基本结构 狐骂人 狐骂人呢 能够羊血润造 羊血润造 同时还能润肠 润肠通便 有助于肺气的 树腔下性 肺和大肠相表里 阿娇这味药在这里呢 一方面可以支营羊血 另一方面造血 造成胃气同病 造血伤肺 重症 很容易呢 造热这些 受伤肺落 引起呢 严重的科学 如果有出血 阿娇还可以 止血 它本身 也能支营羊血 针对 灶热 伤阴 左药的第二组呢 杏仁和枇杷液 杏仁 枇杷液都能化痰 止咳 塑降废气 通过降废气 也通过化痰 止咳 针对了 咳嗽 咳嗽 咳喘了 这是左药的第二组 甘草这味药呢 一方面 它可以调和猪药 作为死药 调和药性 一方面呢 可以一气一盒中 保护脾胃 防止石膏这一类呢 含良脂品 伤胃 可以说是左药 兼死药 这是 清造旧肺汤的一个 防疫分析 那对于这个方 它的配偶特点呢 配偶当中 清 清宣润降 司法兵用 首先 这造的支鞋是外鞋 所以它要 宣透表鞋作用 用商业 大量商业 加上石膏啊 卖冬啊 这类可以 清味粉 气氛热的药物 体现中 宣和氢 相结合 氢造热 润是 体现这个方里边呢 润肺为主 知音润肺为主 因为造热 伤音为主 酱呢 指酱肺气 资料课传 枇杷叶杏仁呢 都是酱肺气 又能止克化碳的 常用药物 所以全方 宣 清润降 司法并用 而且呢 气阴双补 在浮证方面 反映的 气阴双补 这个方配武呢 考虑的 方面呢 比较多 它 宣散 不好气 虽然大几量商业 向外宣散 它都有一气之品 宣散 而不好气 清热 不伤中 从清热的药 用了石膏 石膏大心大寒 但清热 又有甘草相配 保护脾胃的 清热不伤中 中脂的脾胃 中脚脾胃了 而这个方里 有一定之逆之品 我们前面讲到 像阿娇 这个阿娇 卖东 这一 之因 养因之品了 有一些 之逆的 但是呢 它又 可以不逆格 又不过于之逆 因为和这种 宣散的商业 这些同用啊 就不会过于之逆 滋润 不逆格 因为如果过于滋润 也可以影响 宗教脾胃的 这个奇迹了 在刨资特点方面呢 要注意两点 一个呢 商业量大 在这个方位里 商业和商性汤 和商菌 用量都不同 它商业量的大 在全方用量较大 在它习惯用量范围 那也较大 为什么呢 既要它 宣透表现 还要清费 石膏呢 用断石膏 我们很多方里 学习用到石膏呢 断石膏用的较少 断石膏呢 它可以有一定 收敛特点 收敛特点 所以认为 和大剂量商业这样 宣透 统用有一点收敛呢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 这是 当然我们现在呢 用这个方 石膏呢 一般用生石膏 雨多了 生石膏 现尖 用断的呢 相对来说 少一点 这是这个 这个方位 用量炮制的一些 原方啊 一些特点 在运用当中 它的辩证要点呢 首先第一点 使用基本根据了 辩证要点 生热 发热比较明显 而且比伤性汤 明显 发热要高 比伤性汤 真的发热高 它也可以干渴无痰 气逆而喘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 可 可比较严重 甚至于可以 肩喘 石膏扫胎 卖虚大而硕 这反映出了 气阴两伤 石膏扫胎 阴液不足 卖虚大而硕 气虚 它用这来代表 气阴两伤 临床随症 加减呢 从这个方的构成 里面看 这个方的构成 里面看呢 当然有杏仁 琵琶叶 这一降废气 止渴平喘 但作为 灶热伤心啊 可以炼液为痰 所以这个 清化灶痰的力量呢 不足 如果痰明显 一般这种痰呢 灶痰都是 粘稠 痰即使多 难以克兽 要加川贝母 刮楼 清化 清化 痰热 清化这个灶痰 因为这两位要 都清热化痰 力量较强的 川贝母 除了化痰 还能润肺 贝母 除了化痰 还能宽凶礼器 也可以解决 针对这种 客船形成的 胸穴 疼痛啊 掌闷啊 如果发烧脚 发热脚高 那适当的呢 要加重清热 因为到气氛以后 很容易走向 银血氛 所以加 灵阳脚 这类呢 水牛脚 这个思维 从西脚来的 那这个 这个灵阳脚 水牛脚 这类呢 它退热力量脚快 防止这个 灶热脂血呢 有气氛 若淫分 提升 之血氛 这是针对 热血较高 发热较高的情况下 这是 这个 临床 运用的 一般 一般情况 这个清灶救肺汤 在临床上呢 是一个治疗 温灶 重症的一个常用方 那我们 在临床使用当中 经常考虑 在初秋季节 感冒 以发热为主 磕传为主 又有气阴不足明显的 这是个 很好的一张防止 很好的防止 所以清灶救肺汤 和伤性汤 这两个方 都是治疗温灶的 都是治疗 外灶里边呢 温灶症的常用方 这两个方 比较呢 首先从 病邪的 轻重程度来看 伤性汤 是治疗 温灶 初起阶段 温灶程度较轻的 并且较轻的一个方 那清灶救肺汤 症呢 温灶程度较重 所以它治疗 温灶重症 那是从病邪程度来看 从发病以后的 病邪部位来看 病位看呢 按照 为情血辨证 伤性汤症 基本上 是在 为情血的 为 为分 在皮毛 在表为主 而这个 清灶救肺汤症 正是为气同病 很大一部分 病邪已经 进入气分 进入气分 所以这是 所不同的 所以清气分之内 这个方力 这个已经出现 也较大了 清气分的力量 比如用石膏 而且商业的用量 也较大 这是从这个定位来看 再从 照着这些 商机人体 正气的 程度来看 商性汤症 较轻浅 照应 有一定的 伤耗 肺脏 阴液 肺脏 阴液 而清灶救肺汤症 呢 伤阴程度重 而且又有伤气 所以在 正虚方面 体现出 起因两伤的特点 所以 治法方面 要 起因双补 起因坚固 这是 商性汤 和清灶救肺汤 的区别